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期期间的旅游 出行 交费等数据 也成为世界媒体报道的焦点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6号报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5号在亚洲前瞻峰会 2023闭幕会上呼吁 各国不要把一个中国的问题 看成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垒 以此为中美紧张关系降温 他还指出 中美关系走向 取决于世界各国 对台湾地区的态度 一个中国是基础 民调又是一个参考 但不应该是唯一的方法 台湾民众党2024参选人 柯文哲日前提出 应通过民调决定 赢得当政的 输得推荐副手人选 6号柯文哲又表示 可以找五家民调公司来做民调 对此6号晚间 中国国民党2024参选人 侯友宜 在接受岛内媒体专访时回应称 民调是种参考 但不应该是唯一方法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 两岸关注 各位好 欢迎收看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是传树 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为期八天的中秋国庆假期 已经结束了 在这个假期里 民众的出行意愿强烈 探亲流 旅游流 官赛流叠加 使得铁路 公路 民航 水路等出行方式 始终保持高位运行的态势 国铁集团介绍 9月27号到10月6号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超过1.6亿人次 9月29号更达到超2000万人次的 单日客流量 创历史新高 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11813列 围绕北京 上海等热门出发 和到达城市 短途客流占比达61% 公路方面 假期期间 全国公路网流量 始终保持高位运行态势 累计总流量达到4.87亿辆次 全国天气条件总体良好 公众自驾出行意愿强烈 公路出行半径 以500至800公里中长距离为主 浙江地区 由于叠加亚运观赛需求 高速公路日均流量超340万辆次 甘肃 青海 新疆等地区 由于自驾游的火爆 路网流量同比增幅均超200% 是全国增幅的3到4倍 此外 9月29号至10月6号 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出入境的旅客超过50万人次 出入境车辆超9万辆次 居全国口岸第一 其中 10月2号 车流超1.43万辆次 刷新大桥通车以来 历史最高记录 民航方面 假期期间 全国民航运输旅客 1710万人次 日均213.7万人次 比2019年国庆假期增长12.7% 全国飞行航班 134,112班 日均16,764班 日均航班量 比2019年国庆假期增长2.43% 水路运输方面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 全国水路累计发送旅客 1014.26万人次 日均发送126.78万人次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 此次假期 全国边检机关 共查验出入境人员 1181.8万人次 日均147.7万人次 10月2号 出入境人员突破167万人次 为节假日期间单日最高 这个假期旅游市场持续火爆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 8天假期 国内游出游人数达8.26亿人次 同比增长71.3%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7534.3亿元 同比增长129.5% 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 假期前7天 全国示范步行街客流量 同比增长94.7% 36个大中城市重点商圈客流量 同比增长164% 商务部重点监测 零售企业良油食品 饮料金银珠宝 通信器材销售额 同比增长10%以上 汽车化妆品销售额 同比增长7%左右 商务部重点监测 餐饮企业销售额 同比增长近两成 团员家宴 亲朋聚餐 婚庆喜宴等 成为餐饮消费热点 再来看演出市场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监测 9月29号至10月6号 全国营业性演出 44237场 演出票房收入 20.05亿元 同比增长322.14% 电影票房方面 初步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10月7号零点 2023国庆当电影总票房 超27.3亿元 总观影人次超过 6479万 总场次超352万场 整个假期 城乡居民的出游意愿和旅游消费 一直维持在高位运行 创造了有监测记录以来 历史上最高的旅游热度 从总体上来看 我们度过了一个安全 平稳 祥和 欢乐的 中秋国庆假期 随着长达八天的 中秋国庆黄金周结束 有关中国在此期间的 旅游 出行 消费等数据 也成为世界媒体报道的焦点 美联社称 今年为期八天的长假 是新冠疫情后 最长的一个公共假期 数以亿计的中国游客 踏上旅途 在宾馆 景点和餐饮上 大把花钱 中国以希望借此助推经济发展 韩国亚西亚经济的报道称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先锋 中国黄金周假期出行人数 在创新高 可以看到高质量的交通 正在为中国现代化 注入新动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指出 除了黄金周出行人数暴增外 最新的数据也显示出 在中国政府加大刺激消费力度后 中国经济出现了好转和稳定 韩国日报6号称 虽然中国经济面临众多困难 美国等西方国家从2022年12月以来 频频炒作中国崩溃论 但如今看来并未如其所愿 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的规模经济 报道称 中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 这是其创造力和改革能力的源泉 韩国京湘新闻称 西方炒作中国崩溃论的背后 折射出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遏制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视角 对此韩国需要更加冷静 正如中国人所说的那样 过去数十年西方多次炒作中国崩溃论 但最终都在事实面前崩溃了 俄卫星通讯社6号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 所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衰退的猜测都是空谈 因为中国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火车头 该通讯社当天还引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称 中国拥有24个全球顶级科技集群 已超越美国 成为拥有最多科技集群的国家 科技集群是一个经济体创新绩效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相关问题我们连线北京演播室嘉宾时事评论员张斌 张先生您好 中秋国庆假期的旅游相关数据不断的刷新记录 在您看来 这是否已经释放出中国的经济与消费强劲复苏的信号呢 当然这样一个数据啊 可以说从旅游来讲是非常惊人的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啊 一个就是呢经过呢疫情的相应的这样一种困扰 那么的当下呢旅游的市场和游客的这样一个急迫出游的心情 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释放 再加上今年呢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呢连在一起 因此呢八天的长假 不管是出净游还是在国内游等等 都成为了呢很多人的可以选择的选项 所以呢这次呢出游呢可以说是爆棚 再有一个呢它也是表明了中国经济啊 高速复苏的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信号 我们知道旅游呢 它既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同时呢也代表着消费能力 代表着居民的消费意愿的一个指标 那么这么样的庞大的人群的出游 意味着大家这种啊 消费 同时呢换取这种啊高品质的旅游的生活 是大家一个啊根本性的一个追求 所以我们看到呢正是因为呢 有庞大的基数和相应的经济的稳中向好 稳中有进才迎来了今年的国庆和这个中秋黄金周的 一个井喷式的发展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 不管是从旅游人数还是相应的旅游的收入 包括这些游客的出游的意愿等等 应该说它预示着中国经济呢正在强劲的复苏 同时呢会带来呢新一轮的内循环的一个高潮 当下呢中国经济呢以中消费作为主体 内循环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大的格局正在形成 并且呢在逐步的完善 一方面有赖于经济的这样一个成长 带动的收入的增加 另一方面呢也是呢大家对于啊这种消费意愿的 特别是一种啊提升自己生活品质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这样一种消费的呢相应的一个认可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八天假期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 不仅平稳 而且呢仍然有这种啊极大的蓬勃的动力和趋势 好的感谢张先生的点评 我们来看下一条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6号报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5号在亚洲前瞻峰会2023闭幕会上呼吁 各国不要把一个中国的问题 看成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垒 以此为中美紧张关系降温 他还指出 中美关系走向取决于世界各国对台湾地区的态度 一个中国是基础 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前瞻峰会 20235号举行闭幕会 在对谈环节时 有嘉宾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提问 其他各国能做什么 让中美紧张关系降温 对此 李显龙表示 中美关系的走向 取决于世界各国对台湾地区的态度 而在谈及外界有人将台海问题和乌克兰问题进行所谓比较时 李显龙表示 这种类比是错误的 后果很危险 李显龙同时提醒 中美以外的第三国不应让中国觉得全球在中美双边问题上正形成所谓反华联盟 这会有助于缓解中美紧张关系 李显龙认为第三国如果与中国或美国存有争议 应该站出来找中国或美国谈 针对李显龙的言论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峰日前表示 李显龙的表态平衡务实 给出的几个建议积极且具有现实意义 如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中美脱钩锻炼 以及各国应加强对华沟通 并从长远出发坚持自身外交立场 这也可以理解为东盟在中美关系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有为的态度 朱峰认为 作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之一 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 东南亚更加强调长远目光和共同利益 以确保地区合作与共同繁荣 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 此前在9月赴台出席亚太千里论坛发表演说时曾表示 海峡两岸的关系不仅牵动着两岸人民的心 也牵动着全球华人的心 他希望海峡两岸能够和平共处 并继续发挥中华文明的光辉 杨荣文也提醒台当局和台湾民众 美国对台政策的形成不是出于爱台湾民众 而是因为台湾是用来对付大陆的一枚重要棋子 杨荣文认为台海现状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应达成一个中国的未来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表示 美国永远奉行美国优先 台湾不会成为例外 其子终将成为弃子 敦促美方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和售台武器 停止毁台害台行径 正告民进党当局放弃依附外部势力 以武谋独的幻想 停止卖台货台的勾当 项目问题我们请教台北时事评论员李孔志 李先生您好 透过上述的新闻 您对于新加坡这两位极具分量的政治人物 如此评价台湾问题有怎样的感触呢 台湾方面若再抱持所谓以脱带毒的吃梦 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这个李显龙总理跟杨仁文部长 他们的看法真是真知灼见 一个中国的确是多数国家所认同的一个现状 他们也期待两岸能够尽早 透过各样的方式能够达成统一的一个结果 那可是并不是也并不是所有国家抱持这样态度 少数的特别是像美国所谓的维持台海现状 按照美国的标准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想要分裂两岸的做法 那美国又不是很真心的帮忙台湾 他仅能提供就是他自己的经验 或者某一些的技术 但他希望台湾来打这场仗 如果一旦武力发生的话 战场在台湾海峡在台湾 对两岸中国人都不是一件好事 那美国做必上官 当然是他是最大的获利者 所以所谓的维持台海现状 我觉得是美国一厢情愿 或者对他单独有利的一个做法 不务实不实际也靠不住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加坡的总理 跟外交部长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那台湾面临到这样的认知 并不是所有老百姓 所有民众都清楚的 受到过去民进党的 这个洗脑的教育的影响 特别是年轻一代 并不了解这样的一个现状 国际现状跟务实的一个情形 所以会有一些 还有一些期待或梦想出现 但是如果持续的拖延下去的话 我相信对台湾非常不利 所以我相信台湾民众应该及早认清 看清楚这一个事实 了解到美国在两岸问题上面的角色跟用心 他其实处心皆虑 希望把台湾当作棋子 借此能够削弱中国大陆 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那民众如果不看清楚的话 继续拖下去台湾的未来恐怕堪虑 好的 感谢李先生的点评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岛内 随着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临近 蓝白河议题成为岛内热议的话题 台湾民众党2024参选人柯文哲日前提出 应通过民调决定 赢得当政的输得推荐副手人选 6号柯文哲又表示 可以找五家民调公司来做民调 对此6号晚间 中国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 在接受岛内媒体专访时回应称 民调是种参考 但不应该是唯一方法 管理民调 民众党科主席 跟他的幕僚 光过一个礼拜内 就抛出了三四个不同的看法了 可见 大家对民调确实的看法是 不尽然会有一致性 既然不是有任何人性 但是民调又是一个参考 是 但不应该是唯一的方法 是 6号下午 台湾民众党2024参选人 柯文哲对外表示 应该找五家民调公司 通过民调比拼 来决定蓝白河的方式 当晚 中国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 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予以回应 侯友宜表示 民众期待的是蓝白整合 目的是要所谓政党轮替 把不好的事情改掉 不应该把民调当作唯一方法 大家不应该只是用唯一的方法的民调 来看待蓝白的河 那会搞成蓝白零 河 变成一个零河游戏 应该是一个自同道合的河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一定是把理念 要做了充分的沟通 那是相同一致的 再来用方法来整合 既然民调不是唯一的方式 那么蓝白河究竟该怎么合 侯友宜表示 应该要有一份标准作业流程 蓝一定是代表一个国民党 白是代表什么 白就是代表民众党 要公开透明 而且要很清楚地 把自己的理念的价值 以及我们的政策 未来合作的项目 我们要一个非常清楚的SOP 把它讲清楚 那做好以后 我们要不要把它定成一个公约 或是纲领 那未来大家知道说 两党合作的目的是什么 媒体提问称 是否在政党层次 有了理念价值 才能进入人的沟通 对此侯友宜表示 这个可以双向进行 既然是蓝白河 蓝白河是政党对政党 比如要谈什么 联合内阁 内阁制 这些应该大家 彼此直接把它谈清楚 那谈清楚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我们国民党 也会蛮尊重我的意见 争取独立参选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资格的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在经过两周的连锁后 于10月6号宣布 已顺利突破门槛 郭台铭表示 接下来将继续努力奋战到底 根据台选务部门的规定 要取得台湾地区 正负值领导人的登记资格 独立参选的郭台铭 与其搭档赖佩霞 需在11月2号前 交纳28万9666人的连署书 10月6号晚间 郭台铭在新北市 江子翠凤山寺参拜时宣布 在10月4号 连署书的数量 就已经通过了连署门槛 每个连署对我都是一个责任 您的每个签名 对我都是一样 鞭策与鼓励 我会继续努力 分战到底 郭台铭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陈嘉宜 郭台铭的连署作业 从9月20号启动至今 分数已经超过30万份 他还用龟兔赛跑 来形容连署的策略 说想要赢 不但要勤奋 还要避免把兔子吵醒 有台媒质疑 这兔子难道指的是猴友宜 我们没有在特别指龟兔赛跑的 兔子是谁 乌龟是谁 但是我们从龟兔赛跑当中学到的 这个教训就是 你不但要够努力 有的时候 你不要去把兔子吵醒 你要够滴掉 郭台铭竞选办公室表示 通过连署门槛不是终点 团队会继续冲刺 只不过有台媒发现 郭台铭虽然通过连署门槛 但民调依旧落后 外界关注 郭台铭是否希望打破蓝白河的僵局 里面相投地去合 而不是为了权力 为了这些政治分赃去合 郭台铭竞选办公室表示 郭台铭的目标就是下架民进党 他将让台湾民众看到改变的力量 而所谓在野整合 不应该只看民调 更重要的是领导能力 经济治理的能力 郭伴还向国民党喊话称 应该尽快展开政策 与价值理念的整合 继续恶意放话 将更会消灭所谓在野合作的空间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南市民代第一选区选情 又添变数 民进党创党成员之一 以退党的前民代 未要钱 6号宣布将以五党籍身份参选民代 原因是对民进党 八年施政看不下去 痛批民进党 以变质成为压霸党 报道称 73岁的民进党创党元老 以退党的前民代 未要钱 6号宣布投入台南市第一选区民代选举 在记者会上 未要钱痛批民进党在派系操控下 以堕落为独大贪污的压霸党 因此决定在人生最后一礼路 角逐民代选举 据了解 台南市第一选区民代主要角逐者 包括民进党现任民代赖会员 而国民党则征召前台南县议员 程雅云的儿子周鸿昌出马 据台媒此前报道 未要钱曾担任过两届民代 也曾经代表民进党参选 被视为监控选区的马祖民代 1994年 在时任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任内 未要钱担任民进党党部财务长 2000年12月 未要钱因和民进党理念不合 宣布退党自行参选台南县长失利后 逐渐淡出政坛 来看下一条 台潜艇制造泄密风波延烧 被点名泄密的国民党机民代 马文军6号在台立法机构质疑称 是谁签河命令 让台海军前顾问郭喜 能参与机密的潜艇采购与设计 对此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坦言 过去台海军曾找郭喜当过一年顾问 但郭喜后来有些事情 做得太过分就被停止职务了 台潜艇制造泄密案在岛内愈引愈裂 被台海军前顾问郭喜 指控泄密的国民党籍民代 马文军6号跟台防务部门直接对决 要交给检调单位 他一样一样去厘清 但是有关于我们的部分 如果检调单位找到我们 要我们提供什么证据 或者什么资料 我们依法来提供 面对马文军的质问 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答得很谨慎 不愿多谈 但马文军仍继续追问 既然潜艇制造案是绝对机密 那为什么只是 作为台海军前顾问的郭喜 在采购设计方面都有参与 对此邱国正这样说 邱国正的话 让郭喜的行为更被外界质疑 尤其之前 郭喜在被曝光的录音档里说 台潜艇制造得标的厂商 加福龙有限公司是诈骗集团 马文军还质疑 郭喜自己成立仅48天的公司 为什么能取得标案 今天如果要开一个换心手术 你会找一个刚拿到48天的执照的人 帮你开这个换心手术吗 如果他找得到好的坏医师是可以 这个GL他是一个技协顾问公司 他已经完成他的工作 他不是技协顾问公司 不是诈骗集团 你也不用去帮他护航 因为以后会知道 而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许巧新 6号在脸书再放出郭喜的录音档 许巧新指出 郭喜曾经让韩国人签下的是阴阳合约 那个什么水面舰的名义就好了 水面舰的名义啊 对啊 就避开来了 我要避开太容易了 好那我们就是明目上 明目上水面舰好了 但我们实际多的是潜舰 对啊 有谁有什么关系的 我用一个专案办公室 说水面舰艇的专案办公室就好了 但是内容因为是保密条款 所以不会外泄 他不必一天到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如果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就不要做 许巧新表示 因为潜艇制造的合约都是机密 郭喜叫韩国顾问回去骗韩国政府 说自己接的是一般传件的案子 但签约的时候却是签潜艇 郭喜还觉得 没有人能拿到合约和相关文件 无论他怎么干都不会被发现 大家现在在讲说 那到底是谁泄密 其实最主要这个从头开始 就是郭喜泄密 在6号的一档台媒节目中 主持人口述了一段 未公开的录音道内容 指出郭喜与海舱厂的厂长柳思卫 谈到潜艇制造后续合约20年 预算140亿元新台币 接下来都是我们的 对此许巧新质疑 仅仅是台海军前顾问的郭喜 为何能掌握预算细节 且对话中我们到底指的是谁 他批评在经历超司公司购买巴西鸡蛋 以及高登小吃店进口快筛季争议后 外界已经看出 这就是民进党一贯荒腔走板的模式 近来美国进口猪肉在岛内不断被爆出 习产地 6号台媒更加码爆料 台续产会竟拿出3亿元新台币公帑 补助岛内业者进口美国猪肉 致使台湾地区从4月至10月的进口美国猪肉 暴增10倍之多 猪农更炮轰民进党当局 打压台湾猪肉市场 日前 桃园有肉品厂商被爆篡改美国猪肉产地标示 此时也使得台中市有81家餐饮业者受害 台中市政府公布名单 让岛内民众知道美猪流向 其中包含连锁小火锅店六扇门有14家分店 还有连锁卤味店三股茅庐四家分店等餐厅 遭波及的卤味业者很无奈 拿出公文指出他们也是不知情的受害者 合作一年多 现在才知道厂商标示产地不实 业者表示目前已经销毁所剩肉品 但进口厂商将美国猪肉洗产地 这些被篡改产地标示的美国猪肉 已经流入全台15个县市的餐厅和火锅店 恐怕已经大多被消费者吃下肚 然而民进党当局始终不公开 美国猪肉和含瘦肉经美国猪肉流向 并把责任甩锅给各县市政府 进口肉的流向 我们有一个非追不可的系统 它只要这个密码进去 然后大家都可以查到 地方查不到 因为在源头进来就洗产地了 要求监察院彻查堵职 面对民进党当局的甩锅行为 台北市长蒋万安愤怒不已 表示既然民进党当局无力把关 那台北市政府会启动专案击查 也会公布违规业者名单 确保民众的食品安全 如果在源头的把关做不好 把关无力 地方政府当然我们一定会负起 确保民众食安 启动正式的专案击查 而且一定会公布相关违规业者的名单 此外台媒还发现台处产会 竟然拿三亿元新台币公堂 补贴猪肉进口商 导致美国猪肉从4月底 进口到台湾地区的759吨 暴涨到10月份进口的10452吨 足足涨了十倍之多 台湾猪农更质疑此举 根本是在支持进口美国猪肉 打压台湾猪肉 中秋加减 一个礼拜猪价 也是812块 农民是亏钱的 我所进到地方 等于打压农民 猪龙有一万多户 现在剩下五千多户 岛内媒体就美国进口猪肉的产地标 在岛内被改成加拿大英国猪肉 以怎么看为题 进行网络民调 截至6号晚间23时止 有两万人参与投票 其中96%的网友认为 民进党当局太扯了 先是洗蛋产地 又洗猪肉产地 谁会相信民进党当局 会为食品安全把关 而参与该份民调投票的网友 也纷纷表示 这已经不是下架的问题 而是严重包庇 独职的违规行为 必须深究 还有网友讽刺 台湾民众真的太善良了 民进党做了那么多坏事情 但是老百姓很快又忘记了 更有民众直言 拿民众的生命开玩笑 赚钱比较重要 这样的无良当局 还是有人挺 真无奈 离谱的事接二连三 只有下架民进党 台湾流感疫苗近期开打 有台媒报道称 不少民众一听到是要打 高端流感疫苗 掉头就走 南映痛批 民进党为了高端公司 甚至不惜更改 招标规则 就是为了让高端继续赚钱 岛内网友更炮轰 高端每次都要硬塞给民众打 难道真的是民进党当局在养 据台湾媒体报道 10月2号起 岛内开始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今年一共有四个品牌的流感疫苗 纳入公费接种 台湾高端公司生产的流感疫苗 是首次加入 不过鉴于高端公司 之前在新冠疫苗上 所引发的争议 不少台湾民众很不希望 接种高端流感疫苗 近日传出 新竹竹东镇卫生所 因为刚好分到的 都是高端流感疫苗 打疫苗的第一天 有130人听到 要打的是高端疫苗 掉头就走 民众纳闷 在新冠肆虐时 没人敢打其生产的新冠疫苗 甚至因此被大量销毁的高端公司 凭什么又能出现在流感疫苗市场 蓝莹还爆料称 今年民进党当局 特别修改了招标规则 从原本的价格最低厂商得标 改为最有力标 也就是由厂商提出供应计划及报价 并邀请专家参与采购评选会议 外界认为此举为了高端公司能够中标 感觉就是在帮高端量身定做 卫福部长所说的借口跟理由 通通都不成立 我们还改变了长年以来的游戏规则 让它能够却贫重选 台积管单位辩解称 改为最有力标是为了确保厂商品质 外界讽刺称 难道以前投标时都不顾及疫苗的品质吗 2020年初 高端公司的每股股价才 132元新台币 同年10月就飙涨到了83元 2021年5月更是冲到417元 高端公司的原始资本额仅有21亿元 如今的市值已经暴涨到800亿元新台币 当内网友狂风 难道高端公司背后的大股东 真的就是民进党 平均的基础是240 700万基高端占70万基 就是18% 好体贴啊 每次有事情高端就成万中选一的疫苗 要说背后没有民进党当局撑腰 不知有多少台湾民众会相信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 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他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牌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你放心 咱们这一家的搬到哪儿都散不了 你永远都会在一块 你会好 你会好 大师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关注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0月5号报道 自6月中旬以来 台积电的市值已蒸发770亿美元 损失规模居亚洲企业之首 报道称 当市场准备迎接芯片行业 进入长时间的疲软之际 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制造商台积电 自6月中旬以来的市值已蒸发770亿美元 损失规模居亚洲企业之首 台积电曾在6月警告称 其全年资本支出水平可能会跌至320亿至360亿美元 分析人士对此也转向谨慎 美国高盛集团最近将台积电的 2024年资本支出预估下调 约20%至250亿美元 这一规模也是自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 此前由于人工智能在全球的火热 台积电的股价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6月之间 飙升了60% 但现在市场已趋于谨慎 尤其是在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业务 没有回升的情况下 对于人工智能热能给该公司贡献多少利润 持怀疑态度 高端人工智能芯片订单的放缓速度也快于预期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统计部门5号公布数据显示 台湾地区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涨幅提升至2.93% 创下近8个月以来新高 台统计部门5号公布 台湾地区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涨幅提升至2.93% 创下近8个月以来新高 涨幅连续两个月 在通货膨胀警戒线的2%之上 据统计 今年1月至9月 台湾地区平均消费者物价指数 较上年同期涨了2.36% 因为台风的关系 所以蔬果的价格 散压幅度也是很高 那此外就是这个油价 也是非常高 所以说这个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那导致这个9月的通货 降近3% 数据显示 在9月台湾地区消费者物价指数的 7大类中 食物类上涨4.78% 涨幅较大 主要原因受台风影响 蔬菜及水果类 分别上涨9%与8.46% 肉类受饲养成本提高影响 上涨6.29% 过一段时间还是要买啊 我们都会去选择买少一点 然后就是等比较平价的时候 再多采购一点 蔬菜一直都飙高的 像肉我从一斤 一百六到一百八到现在两百 现在三百了 其实这个这个股价还是会受到台风的这个影响 但是呢 因为进口价格其实还是在下跌 所以两乡比销之下 我是认为那个我们今年一世纪 我们的这个股价涨上的压力 还是会慢慢的降下来 此外 在5号台经济部门发布相关产业经济统计显示 2022年台湾地区零售业营收规模突破4.2万亿元新台币 创立年新高 而今年上半年 台湾地区零售业营收为2.2万亿元新台币 据统计 受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管制措施影响 2020年至2022年 台湾地区实体店面营收年均增长2% 低于零售业整体平均增长幅度的3.6% 网络销售在2020年至2022年 平均增长19.7% 其中在2021年营收规模突破4000亿元新台币 2022年为4930亿元新台币 网络已成台湾消费者日常购物重要渠道之一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它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牌 自己的路必须自己选 心意往好的方向去想 步子往好的方向去买 做自己开心的事才重要 你会不会觉得又回到空间了 一家人在一起 就是不能分开 新乡市城 9月28日起 每晚18点35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9月22号 台湾明洋公司 平东高尔夫球工厂发生大火 造成4名消防员殉职 6号上午举办联合公计 蔡英文也到场 但消防员家属串联 不满民进党当局 未开放家属参与灾害事故调查会 要求民进党当局说明殉职真相 现场播放着一位位消防员的影片 这些都是在9月22号 平东明洋工厂大火中殉职的消防员 平东明洋工厂大火 带走4位消防员 6号上午举办联合公计追悼会 蔡英文当天也到场 一个一个轻拍家属肩膀慰问 各界关心的消防政策 以及管理机制的议题 我们也跟各界共同讨论 家属严议 然而就在公计开始前 消防员家属串联 不满此次台内部部门 灾害事故调查会 没有邀请家属参与 这些家属要求得知 消防员殉职的真相 但除了慰问 我们家属至今拿不到政府 任何有关家人殉职的说法 家属的诉求 仅是卑微的希望 可以得到殉职的真相 然而 政府会开放家属参与 内政府的灾害事故调查会提示 市府的那个 募捐的那个活动 到底用途是什么 你用我们的名义去募款 那到底做了什么 有没有真的帮大家的散款 用到罪的地方 家属要真相 涉事的台湾名阳公司 则透过新闻稿 再次表达愧疚 承诺从优补偿 而一度被质疑专业性的 屏东县消防局长徐美雪 在当天的攻击后 随即以个人规划提出辞呈 屏东县长周春敏予以准辞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